大陵道中餐饮食堆的大陸路厨 建立清台,因为问天有六个条件 俗称陸路,陸路有大岁几分 如果房间民主大,这位大陸路 民主岁几十少陸路 在万年农村,大陸路是最大的民国建筑 这种国家的建筑者有着一段团结的故事 早年他落南牛打拼,贪的钱不敢开 隆书在穿着破坏的沙滑那边 这把人家中的状态的行为 挑帮他多了一件 他把所有转的钱就装在那个破烂的衣服里面 装在一个马带里面 那其他的有些同伙他比较认真 那一转的钱以后就买了那个漂亮的皮箱 或者是那个箱子装起来 装衣服装钱 结果后来这个船上给那个小偷偷走了 那个有箱子漂亮的东西都偷走了 唯有他这一带马带里面 凑凑凑的东西没有偷走 所以他赶快连夜跑回来了 杰华鸟回大厅建筑办公当中 大六六处最早期的一倍 是参景社区的规模最大的故事 但今年来前方感受 它就是裸顶 我们这个海盗这个木头最终烂掉了 所以它是屋顶踏下来的 修讯工程在2001年四个客户 为了返返 大六六处 返来鸿毛 同样团队最大容设置的 我们这个纹路保护工程的勘察 主要就是一些细节 主要是一些就是 比较隐蔽部位 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要勘察到位 那我们看这边像 像这边这个是有两根领条 你看这一根 像这一根就是保存比较完好的 像这种就基本上不需要维修 你看这一根 这一根它是它的极领 主要的领条之一 它虽然底部那边有一块小的一个招羞 但是我们探测之后 发现它只是表皮招羞而已 然后它整体内心 木头的内心它还是比较完好的 所以它就是但是不需要更换 看在林安发言 完全最担心的 大陌家国开在着修等问题 设定并没有严重 这一项有传统建筑特色 跟当时的时间讲的 一个方面是它建筑本身 因为我们的屋面是盖瓦 盖瓦它本身就是有缝隙 是可以通风的 那那个一旦通风好了之后 它的那个木头就 比较不容易遭受损坏 另一方面 它们在建造的时候 会给这些木料 主要的木料 做一个防腐防冲处理 主要以前主要就是刷一个熟通油 这个也能起到 一定的一个防腐效果 在修仙隔壁中 养了十分工具 工厂林软 尽从各府省提前 或是到家里面 擦四样的骨料 不准材料的缓缓度 如果不妨取得合适的骨料 需要输用鲜料 在四天之间 还有一个重要关键 我们会在隐蔽部位 给它戳剔 我们本次工程的一个主要性机 比如说 哪一连维修的时候更换 这种字样在上面 做到一个文物的一个辨识度 那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部位 是建筑的前程部位 前程部位现在它地院的斗里砖 都是有 这一次都是有全新更换的 那我们作为设计单位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求它 这些新的这个砖 要在底部隐蔽的地方 戳剂 哪一连维修的 此更换的这个字样 修正换新资料的大六六处 消毒了重点的警示 处定开立丁文团 改判了处来流水 正听担招主性的问题 会有真实性 完整性的东西 改善了安全性量 和母母分帖 带加了一个健康状态 大六六处的医美 集各自拍照片 生意和味料 欢迎处出亲人的 兴趣情感 也尊重到万南传统 民国的影响机构